你怎么回事 但我偏偏对你失了眼 你就不想问我一句 为什么吗 你想能挣个十万 他那次回来 都不像他了 抽烟喝酒 他都会了 村里的人还说他学坏了 这孩子就放着学 上了一半不上了 就为了我这个 就为了我这个烂命 早知道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第二杯 求托伤身 心意无灵的 你跟我不用讲这么多规矩 对了 这是还你的七百一十三 给你 说好三杯就三杯 我江小元呢 从来都不占人便宜 而且我还言出必行呢 来 江小元 我们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 你又要提以前那些事啊 我只想好好请你吃饭 而且每个人都会有秘密 我不去打听你的 你也别来打听我的不行吗 我没有一无是无剧烯的 向你归报我的人生吧 对 你是没有这个义务 那么关于以前的事呢 你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难道原来的江小元 和他之间有什么恩怨 或情感的纠葛 没有 但我一直在等你来问我 问我为什么六年前 没有去赴你的约 问我为什么突然不告而别 再也没有回过白杨县 问我为什么明明知道 你需要帮忙 却一走就是四年 即便回来了 也没有第一时间 出现在你面前 关键是我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呀 江小元 你言出必行 我自认也是 但我偏偏对你失了眼 你就不想问我一句为什么吗 不说了 不说了 吃饭 吃饭 江小元 要是你怨我没有履行约定 你打我 骂我 怎么撒气都可以 但你能不能 别像现在这样 周总什么都不知道啊 你有完没完啊 我都说了 我不想起之前的事情了 而且我之前 也跟你说过了 你也不相信啊 我都听 nive章 我都听到你了 小伙子 不暴